那些鱼海鲜就超肚了 它是一只鱼 所以这个鱼肚子被剖开 为什么 这只鱼是为了救一个孝顺的小孩 把它吞在肚子里面保护它 然后这只鱼像自杀一样 被鱼船拉起来 哇 肚子这么大 一定怀孕了 把它剖开 小孩子跳出来了 大家奇怪 正在奇怪 这个老二上把这只鱼不能吃 这只鱼鱼为了救这个小孩子 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且这小孩子还要鱼的肚子肉 去救他生病的妈妈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吃这只鱼 就要永远把鱼放在我们寺庙 所以每一个寺庙 都有一次很大的龙鱼 肚子剖开的 那我们现在做成沐鱼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举手 哇 我好兴奋 你们终于知道了 不然呢 哭哭哭 这什么意思 我哪里都不知道 哭哭哭 这个哭哭哭的意思 鱼也代表 鱼的眼睛要保持觉醒 不要闭起来 闭起来你会被吃掉 敲这个沐鱼也代表什么 来 断除称慧心 发起大悲心 这一只鱼能够牺牲自己 救这个小孩子 而且敲这个鱼的时候 所有海鲜水族得以超度 所以沐鱼重不重要 重要 这是中国佛教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所以各位你听到了 你要跑去日本寺庙跟住持讲一下 他也在敲哭哭哭哭哭哭 而且要一起慈悲 要知道吗 一起慈悲 而且要不间断的慈悲 那么 要不间断不间断 所以要敲沐语 韩国人敲沐语又特别大声 哭哭哭 但是这个传承 这个就是一个佛教的视线 还有敲云水板 注意听哦 两个脚 只要在寺庙里面 中午要用灾的时候 一定会敲 敲这个声音会怎么样 听一下 鸟群升天 饿鬼离苦 因为一个修行人 要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门口的众生没得吃 所以我们敲完以后 除了供养佛 就会拿一点点饭菜 这个是准备最庄严的 如果你去巴厘岛 有没有看过这个 有饭菜汤 弄一弄 放在树下 放在路口 放在窗户底下 就是给那些孤魂野鬼 我们台湾人叫好兄弟 台湾人不讲鬼 叫好兄弟 那些好兄弟们吃 这代表慈悲 所以我们 我们只要一吃东西 就要想到众生苦 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管你吃什么 吃面 吃饭 可能你吃肉 至少那个饭是树的 对不对 那条乌龙面是树的 你就拿七颗米饭 窗户打开 布施出去 或是亲自拿到外面的树下 没有太阳 因为太阳太大 他们怕晒太阳 他们就躲在阴凉的树下 如果你再加一点点水 最好 因为日本有很多 水指地藏 因为很多死亡的小孩 被堕胎的小孩 他喜欢藏在阴凉的水沟里面 所以你要加一点水 加一点饭 也放在阴凉的树下 每天都要做 好不好 如果你做了一年 明年我来 你会说 哎呀师父 发财了 我说你才知道 慈悲 怎么可能不发财 你垫生意 怎么不好呢 怎么会身体 会有鬼来找你 冤心上 不会的 因为慈悲 所以各位再念一次 来 鸟群离苦 饿鬼升天 吃着甘露 他们就升天 鸟群为什么两只脚 被人类吃掉的鸡鸭鸟鸭鸭 超堵的 所以佛教的法器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什么法器 忠 念一下来 念一下 破地狱 得升天 所以我们敲大钟 寺庙都有大钟 那你一敲的时候 地狱就打开 而且断除 我们一种烦恼 执着 特别愚痴 可以挣得空性 所以九阿山的钟 叫幽民钟 各位这些法器 不分在家出家 希望你家里也有一套 好不好 那就开始 轻轻轻轻 老公越来吃鱼 敲木鱼 儿子吃肉 敲骨 背下来 那你要帮助众生 用声音就可以帮助众生 因为这个是佛教授记的法器 它有它的力量 所以 而且你要跳得好听 人家喜欢 那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更把那个骨做成一个手骨 对不对 日本人那个拿摩妙法莲华经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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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敲 你不是不慈悲 为什么敲牛肉皮 是要让这个牛 它死了 它都可以做功德来超度它们 就这个意思了 虽然你不喝牛奶 但是要用牛奶供养佛 好不好 虽然你不喝牛奶 这个牛奶供养佛 供养完以后 最好把它倒在河里面 供养龙神 龙神最喜欢牛奶 会发财的 会发财的 所以佛教要怎么讲 来 先讲发财 再讲慈悲 观音菩萨交代的 要用世间的方法 善巧方便 度那个刚强难度 自私的众生 那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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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对不起 我废话太多了 但是这个重要不重要 重要啊 所以以后各位 等一下出到门口 我要抽背 手拿出来 背 香花灯土 我不能在这边背到天亮 我给你毕业证书 东京大学 这个比东京大学 博士还重要的 真理 所以你一合掌 就要背 再背一次 香花灯土 果 茶食 保住 衣 有人从这边算也可以 然后就合起来 这样做供养 这也代表 身口一死种供养 背一次 菩萨生 不偷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奇异 不千贪令色 不称慧生气 不愚痴斜见 是供养 由事情的供养 而得到修行的供养 我想佛菩萨 要我们从信仰者 成为一个修行者 而且再来成为一个愿臣佛者 叫十波罗蜜供养 在背次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方便 愿 立 智 十种波罗蜜 这一合掌 合掌的时候 这些手代表佛 这些手代表所有众生 一合起来代表你自己 念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做食供养 行食善业 圆满食波罗蜜 普度众生 重不重要 所以手不能断 我们出家有规定 断了一根 不能出家 因为你出家不庄严 不能出家 那如果你是出完家才断 那可以 古时候人家烧 烧 对不对 但是你出家前 就一定要庄严 所以各位 为了要出家 要考试的 比空服员还厉害的 因为如果你要行 大称佛教的出家 当然如果你个人的问题 但是你要成为 人格的模范 众生的典范 那是非常严格的 必须要如此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志位中心怀宁 曾林雄 假设是亲像团兰兵的同样 必须有立法座会 严慎面对 才不能社会上不断打开 我们可以透过医学官桌 这次将写公开透明的疫情消息 第一 经常在这关系的蜂蜂差顺 第二 加立这关系关风的哪 第三 关心这关系民宿专业 第四 收获疫情记者会的特报 加速你收到 来玩不明的疫情消息 请依照 管定市的官桌查证靠林 签完五湯欧白转款 传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 也是不齐的消息 最关能够款三百万块 疫情期间 感谢有利 继续配合放映 也请跟我们 做会打拼 旧转 旧消息 所以各位最好在家里 你每天在家里拜佛也好 拜神那些东西 最好至少取一部分下尸 下尸包括流浪狗 包括那些流浪动物 包括鬼道都可以下尸 哪怕是一杯水 哪怕一杯水 所以曾经有菩萨说 属于我们岛的狗辘 都跑到河岛上来吃水 我说你就没在吃 他只好跑来这边 甘露水就甜了 很奇怪 供佛的水就不一样 他们就会来吃 这就是蚂蚁的善根 但是你干脆就主动 布施多一点给他们 他们也可以得到解脱 也不会爬上佛桌了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优独生 优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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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与你共同关心世界